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 高度关切台湾同胞的健康扶持 2021年1月 民进党违背台湾民众的预愿 执意开放进口含乃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从一开始就引起 引发岛内各界的强烈反对 和台湾民众的公愤 两年多来 莱猪去向沉迷 现在岛内爆出美国猪肉 习产地风波 恰恰证实了台湾民众此前的担忧 事实上 这些年来 从开放莱猪到核食 从进口毒鸡蛋 到洗地美猪肉 岛内的民众的餐食 缺乏应有的安全保障 希望民进党当局 以民众食品安全和健康扶持为念 向民众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